財經好難 理財好難 股市好難 不難 你想知道的全都在 白話財經 各位聽眾大家好 歡迎您加入聯合報數位版的Podcast單元 白話財經 我是主持人蔣宗裕 二物戰爭爆發以來 帽鞋在基輔的台帽中心 在危機當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120小時之內 完成了四波撤僑55人的行動 接下來這場二物戰爭 要如何改變地緣政治 對於台灣的貿易 又會帶來哪些影響呢 今天的節目我們一起深入探討 非常榮幸邀請到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的董事長 黃志房先生 黃董事長你好 主持人您好 各位聽眾大家好 好久不見了 因為真的認識黃董事長 已經是在民進黨實習了 後來您又擔任著外交官 然後外交部長 然後再到貿易來服務 我們今天這個主題很重要的是 像您自己之前所說的 二物戰爭是歐洲二次世界大戰以來 首度大規模戰爭的爆發 影響所及可能是未來全世界地緣政治格局上的改變 董事長自己是外交官出身 那麼依照您的觀察 這場戰爭對於地緣政治可能演變的形態會是如何呢 第一個我覺得這場戰爭其實是可以避免的 但是很不幸它發生了 在去年年中德國總理梅克爾下台之前 卸任之前其實他心裡面最掛忌的奠忌的一件事情 就是烏克蘭的情勢 所以他在卸任前特別飛了一趟莫斯科 見了普丁總統 梅克爾總理跟普丁總統 他們過去這十幾年是有特殊交情的 因為梅克爾總理他是從東德出身 所以他會講俄文 普丁總統以前是派駐在東德的 所以普丁總統也會講德文 所以他們兩個有這種共同的演員 所以他們在溝通上面是很順暢 完全沒有障礙 他特地為了這樣子去了一趟莫斯科 見了普丁總統 當然普丁總統也很清楚的表達他的立場 之後梅克爾總理他馬上再到基府 去見了哲倫斯基總統 他也很清楚的把普丁總統的 這個立場跟他轉達 而且希望他說不要去碰觸這個紅線 其實事實上烏克蘭在2005年 申請進入北約的時候 德國是投否決票把它否定的 因為他知道烏克蘭進北約的時候 那不可避免的一定會引發 俄羅斯跟歐洲的衝突 所以其實梅克爾總理他對這整個情況 非常非常的瞭解 但是仍然沒辦法擋下這一場 還是沒有辦法 當然他很快就卸任了 當然新任的總理對情勢 可能不像梅克爾總理這麼的清楚 很可惜 就是說這真的是一場可以避免的戰爭 但是他一旦爆發了以後 他就徹底改變了全世界的地緣政治的格局 這個世界已經回不去了 過去這一兩年我常常講說 美中貿易戰爆發以後 引導到美中全面的對抗 這個世界就好像有兩隻巨獸在打架一樣 兩隻猛獸在打架 現在烏克蘭的戰爭爆發以後 除了這兩隻打架的怪獸之外 現在又跑出一隻庫斯拉出來 所以讓這個局勢變得更加混亂 更加混亂 影響所及這場戰一打下來 你看因為國際的制裁 俄羅斯也終止了跟日本和平條約的談判 日本也希望能夠把他的國防軍力合法化 因為他現在還是只能夠用自衛隊的形式 這是憲法的憲勢 德國總理肖茲更是 一下子把德國的國防預算提高到兩倍 所以日本跟德國可以說 因為這樣子而又重新武裝起來 我德國的朋友跟我講說 以前德國的軍隊他們是上下班制 現在烏克蘭戰爭爆發以後 德國的所有軍隊就是不准離癮了 大家都要隨時stand by 而且他們年輕人都有心理準備說 可能將來要恢復徵兵了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這場戰爭的影響有多深遠 更不要講說美中俄這個錯綜複雜的三角關係 就是我講的兩隻大象打架之外 現在又多出了一隻酷斯 所以真的是讓大家看花了眼就想說 接下來這局勢會怎麼演變 也是大家後續要關心的 所以接下來國際情勢一定是處於一個高度不安定 不確定的一個情況 全世界的地緣政治會不斷的碰撞 所以我常常講說以前地緣政治是 政治加軍事加外交加要去關注的事情 但是現在變成地緣政治是 幾乎所有的人都必修了一堂課 特別是企業界 企業界你一定要高度關注地緣政治的變化 像這次烏克蘭戰爭的爆發 讓很多金融界企業界的措手不及 一下子也不知道怎麼因應才好 將來這個真的是大家都必修了一堂課 黃之鋒董事長過去在擔任外交官 特別幫我們分析了地緣政治未來可能的演變 但是在貿易部分 您現在擔任貿易的董事長 您剛剛跟我們提到 這場俄乌戰爭不單單只是俄乌兩個國家 其實還牽涉到周邊其他國家 甚至是整個國際的政治情勢的變化 以貿易的角度來講 這直接對其他國家帶來的後續效應跟影響是什麼 在貿易的角度 你不能夠單純從貿易量來評斷它的影響 像我們跟俄羅斯在去年的雙邊貿易是63億美金 我們從俄羅斯進口50億 這50億當中大部分都是原油天然氣跟鋼材 我們出口到俄羅斯是13億美金 這當中大部分都是自通訊產品 機械產品 烏克蘭我們去年進口大概1億7千萬美金 我們出口大概1億6千萬美金差不多 我們也是進口一些基本材料 我們出口的也是自通訊機械設備 像筆電等等這些的 所以你從這個數量上來講 當然佔台灣的進出口貿易的比例很小 可是它的貿易的影響層面是 很多你現在看不到的 舉個例子來講 全世界最大的汽車集團福斯集團 它在烏克蘭就有一個很重要的零組建工廠 因為戰火而停工 這一停工以後 福斯汽車很多車廠也跟著生產要停止 因為你汽車只要有一個零件沒有到位的話 這車子是不能出廠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這場戰爭再這樣子打下去 它對全球供應鏈的影響 供應鏈就會帶動你的貿易 再加上說現在原油天然氣 還有這兩個國家都是主要的農產品輸出國 所以原油天然氣跟食品價格的飆漲 它所帶來的後續的整體的效應 這個效應慢慢會擴散到貿易面跟市場面 也就是說我們台灣現在大家可以感受到 些微的通膨壓力 比如說有些物價開始調漲了 這只是起步而已 還不是大家現在看到戰爭所影響 直接帶來的衝擊 這個戰爭其實它有宏觀面跟微觀面 宏觀面來講的話 其實今年全世界的各個主要國家都是滿懷信心的說 疫情逐漸控制以後 我們的經濟會快速的復甦到2019年的水準 但是因為去年的這些斷鏈 還有物流的阻塞 海運的阻塞等等 又帶動了一波的通膨的壓力 這個通膨的壓力 本來各國的中央政府就已經 有一點左右為難了 因為你要對抗通膨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升息 美國臨準會去上個禮拜就升息 就帶動全世界大家都要跟著升息 但是你對一個正要復甦的全球經濟 你一升息的話 又把復甦的勁道把它打下去了 好巧不巧就是現在又爆發烏克蘭戰爭 爆發烏克蘭戰爭 就是更讓世界各國的政府 不管在處理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 或者他的經貿政策都是雪上加霜 所以這場戰爭的影響其實非常的大 好 我們來看一個數據 我們既然剛剛董事長提到了烏克蘭 台灣廠商跟俄羅斯號烏克蘭都有貿易往來嗎? 剛剛董事長幫我們分析了一下 但是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工會調查發現說 廠商跟俄烏貿易現在幾乎是暫停的狀態了 那麼會試戰爭的發展再考量恢復交易 目前在烏克蘭台商排場大概有多少呢? 這經營的主要項目是什麼? 我剛才講的是宏觀面 我們現在來講就台灣業者的微觀面 我們在烏克蘭主要的出口 就是以筆電 電競顯示卡這些的為主 所以像華碩紅機 維新 創建 這些都是我們在烏克蘭主要脫銷的業者 當然也因為這樣子 現在他們的業務幾乎都是處於中斷的狀態 俄羅斯因為受到全球的制裁 所以那個情況是更嚴重 我們現在很多像工具機業者 有接到俄羅斯客製化的訂單 但是因為他被全球制裁以後 金融調度有問題 所以俄羅斯的買主要求說暫緩出貨 結果這個產品就堆積如山 就出不了 也有像我們業者從烏克蘭進口木材 也因為戰爭的關係 木材也出不來了 所以造成這種工具的失衡的情況 現在基本上我們在俄羅斯的業者 大部分都已經 業務狀態都是處於停滯的狀態了 一方面就是說戰爭物流各方面的影響 然後他受到國際制裁 所以我覺得現在大部分的業者 都是處於停聽看的階段 也有很多工具機的業者 他生產的機器是比較精密的 像是五軸以上的這些加工機械 這是比較敏感的機械的話 很多業者他就自動停止 對俄羅斯的出口 以免都會去觸犯到制裁 不過當然這原因也是因為說 俄羅斯現在說到國際社會經濟制裁 所以這戰火勢必也影響到貿易層面 我們在冒險 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可以提供什麼樣的幫助 有沒有給廠商一些相對的建議 我們現在會建議業者 第一個當然停聽看 然後如果現行的訂單或者是未來 不論是烏克蘭還是俄羅斯所下的訂單 烏克蘭的情況可能相對單純 因為他沒有受到國際金融制裁 如果是俄羅斯客戶所下的訂單的話 當然第一個就是看項目 是不是有違反這些敏感禁運的物資 國際上有一個瓦斯納協定 第二個就是說 對於這些訂單 將來付款的方式 一定要兩邊有充分的溝通 就是說付款的管道 一定要透過俄羅斯現在沒有被制裁的 這些金融機構 如果他是已經被SWIFT制裁的俄羅斯銀行 你當然就不能用這個管道 或者如果說 在俄羅斯的公司 他是外資企業 而這個外資企業在第三地 有他們的母公司 或者是分支的公司 那由這個母公司 或者俄羅斯境外的分支公司 來進行付款 這樣相對是會比較有保障 那也要先講好說 萬一沒有辦法執行合約 沒有辦法付款的時候 要用什麼方式來仲裁 這個要先想好 才能夠確保自己的權益 因為畢竟這個在商務往來 大家最擔心的就是所謂合約跟違約的問題 所以剛剛其實董事長已經給了我們廠商的建議 就是說你可以先找他們境外的 就是說第三方的分公司 這是一個方式 或者是找母公司 這都是一個可以去付款的管道 但萬一無可避免 他剛好都碰不到母公司 也碰不到第三方的分支公司的情況下 面臨違約跟貿易糾紛的時候 依照您過去在處理相關的經驗 您建議廠商應該怎麼去降低這樣子的衝擊 這個就是我剛才講的說 大家對地緣政治要有敏感性 現在不是只有搞政治 搞軍事 搞外交的人也有敏感性 現在業者本身都要有敏感性 我常常講說現在一個CEO 他要做決策所要考慮的層級 跟一個國家的總統總理 已經沒有什麼兩樣了 過去30年是太平盛世 就是從柏林圍牆倒塌 然後蘇聯解體 中國六四天安門之後 全力發展經濟 我們全世界在全球化的遊戲規則之下 我們過了30年的太平盛世 這30年的太平盛世當中 在企業界你只要根據全球化的遊戲規則 來進行投資生產銷售 遊戲規則很清楚 但是這樣的太平盛世已經一去不復還了 因為現在是地緣政治會決定 國與國之間的政治外交經貿產業關係 這些產業關係又進一步的影響到市場 市場再影響到供應鏈 過去30年你只要把供應鏈的問題處理好 按全球化的規則就好了 現在供應鏈是最後面 最前面的是從地緣政治 國與國的關係到市場關係 然後才到供應鏈 所以你從前面一開始你就要有敏感性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現在台灣有部分企業 特別要求說要去找到分析師 或者說要招聘所謂的 對於國際情勢非常瞭解的人才 也是為了這做相對的因應方式 但是你作為一個CEO 你本身就要有敏銳度 我認識的很多CEO朋友裡面 他們最近這幾年都是一直在做功課 在讀這些地緣政治的書 在組織討論會 就是要趕快把這方面的功力 把它補足起來 外國企業其實他們很注重這一塊 不論是美國的大企業 他們幾乎都有專門研究這種地緣政治的單位 日本的大商社更不要講了 他們在全世界廣泛布局收集 不只是商情的資訊而已 他們連這種政治外交軍事變動的資訊 都一樣的都是很廣泛的收集在演習 這個功課將來每一個企業家都要做 董事長你有認識到這些CEO 他們可能是相對比較主動 願意去補足這一塊能力的 您過去外交的背景加上現在在冒險的身份 這些經驗累積起來 有沒有給我們其他台灣的廠商或企業一些建議 怎麼樣開始去培養這一方面 去觀察國際情勢跟地緣政治的能力 第一個就是其實地緣政治它沒有那麼的複雜 沒有那麼複雜的原因就是你只要換位思考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說他為什麼在這個情況之下 做出這個決策 就像這場烏克蘭戰爭有很多的角色 俄羅斯有俄羅斯的角色 烏克蘭有烏克蘭的角色 歐洲有歐洲的角色 美國有美國的角色 中國有中國的角色 你不能夠純粹只從 你看到聽到的媒體訊息來判斷 因為有的時候這個資訊是不全面的 而且現在這種時代假消息滿天分 所以你常常就是說你用設身處地的 你在商場做生意也是一樣 你要做到一筆訂單 也不是說只在那邊自吹自擂 說我的產品有多好 我的CP值有多高 就可以做到生意的 你一定要從你對手的角度 你對你客戶的觀點 他真正的需求是什麼 他的真正的需求 有時候不一定是價格 他真正的需求 有時候還不一定是 說精準度要到多少 所以同樣的地緣政治也是一樣 就是我剛才講說 在這場棋局裡面這麼多的角色 你要從他的角度去思考說 他為什麼會做這個動作 會做這個決策 只要這種換位思考 用這個角度去觀察事局 其實很多東西你就看懂了 你看懂了以後 養成習慣以後 一個事件發生的時候 你就很自然的會從 這個角色的角度 就想說他可能做什麼 然後這個角色的角度 他可能做什麼 這樣子其實是有助於說 你提前做超前部署 這次烏克蘭戰爭爆發以後 我知道很多業界人士都在講說 我們現在趕快避險 不管是債券 外匯 期貨 怎麼樣趕快去避險 too late 因為發生以後才意識到不對 戰爭發生以後才來避險 那個都too late 那就是說我剛才講的說 你真的就是要換位思考 然後去 在金融圈的他們 他們真正講說 你現在避險都已經too late 你現在去避險 就是等於讓人家獲利了結的對象 確實是 所以在烏克蘭戰爭2月24號爆發之前 真的很多熟悉 熟悉情勢的人 他們都已經預先做避險 你等到戰爭爆發再去避險 你就是被割的對象 被割韭菜的對象 也就是董事長說的 換位思考以後培養敏銳度 你才能夠超前部署 確實所以你看今天聽眾朋友們 如果來聽到這一集Podcast的節目 就會覺得獲益良多 因為董事長用他過去外交背景 講到現在冒邪的角度 來跟大家分享如何培養 你去觀察國際情勢跟地緣政治 不過剛剛講到這個 我相信冒邪應該還是有一些 能夠幫忙到企業的實質幫助 我們來看一下像是我們在基輔 也就烏克蘭的地方有台冒中心 這個是不是也可以 扮演一個協助企業的角色 這是其中之一 還有就是待會我們請董事長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說 像是台冒中心在全球各地 都有所扮演的角色跟實質業務 怎麼樣去協助企業 或是協助我們國際的貿易 其實我們在全世界有64個台貿中心 分布在全球五大洲 我們海外的辦事處 其實就是台灣企業的眼睛耳朵雷達天線 這是他們最重要的任務 所以我們的企業要拓展海外市場的時候 我們海外的辦事處就是最接地氣的單位 像過去這幾年很多在中國大陸的台商企業 因為美中貿易戰必須轉移生產的時候 要到新南向國家去設廠 我們的台貿中心也發揮相當的功能 就是在不論是在引導他們 或者是提供市場資訊 甚至說親自帶著他們去看工業區 找到合適的工業區等等這些的 平常就開拓海外市場的話 這些台貿中心在海外都耕耘了好幾十年了 所以他們累積的人脈市場資訊 還有對特定企業的瞭解 這些都是台灣企業在海外拓展市場 最好的夥伴 所以我們是希望大家多多利用 我們海外駐點的優勢 這次在烏克蘭 我們是從2006年 就在基辅設立台貿中心 這次烏克蘭戰爭爆發以後 我們台貿中心也配合外交部 很成功的分4批把55位在烏克蘭的國人 全部安全撤出 現在因為戰亂的關係 我們基辅的台貿中心 現在暫時是我們派去的徐宜軒主任 他在完成撤僑工作以後 他現在已經轉移到 我們駐波蘭華沙的台貿中心 在那邊工作 我們還有兩位當地在基辅的烏克蘭籍的顧客 他現在還在基辅 還在執行他們的工作 現在因為戰爭的關係 經貿推廣的工作 全部都停頓了 我們很希望在將來 戰事平定和平到來的時候 不論這個戰爭的結果如何 我也認為這個戰爭不會拖太久 全世界都受不了 全世界都受不了 因為這衝擊實在太多層面 其實光是金融面 我們國內銀行受險 對俄羅斯的撲險就2300多億 所以真的是戰爭在拖下去 全世界都受不了 我們也希望說和平早日到來的時候 我們的同事要盡快的回到基辅去 首要工作就是要協助台灣企業 盡快恢復他們在烏克蘭的營運 讓兩國的商務跟經貿的交流 盡快恢復正常 當然還有一個任務就是 烏克蘭這個國家經過這次戰爭以後 已經殘破不堪了 我們從電視上都看得真的心都很痛 戰爭結束以後 這個國家非常需要重建 台灣這次我們也 在短時間之內捐出了很大的款項 我相信烏克蘭的朝野 烏克蘭的民眾他們都有感受到 這是一個很好的契機 在將來我們台貿中心回到基辅去運作以後 除了要趕快讓兩國的商務恢復正常 我們也希望我們台灣將來 不論是各方面的援助 或者是慈善團體人道機構 或者是NGO 他們要去協助烏克蘭人民 來重建他們的家園 那時候我們台貿中心 需要再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能夠把台灣這些正向的能量 把我們這些專業的知識跟know how 帶到烏克蘭去協助烏克蘭人民重建家園 也去做一個技術的系統輸出對不對 這是其中的一個考量的項目 對 當然它的重建會需要很多 在基礎建設物資器材設備面 但是我覺得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面向就是 我們在COVID-19的期間 一直強調台灣Can Help 那結果就烏克蘭來講 當它這個戰爭結束的時候 這是我們要再度發揮 台灣Can Help的精神 就是我剛才講的說 我們的慈善團體 這些人道團體 這些NGO 還有很多可能企業界都想 盡一點心力幫忙 無果來重建的話 我們台貿中心又是台灣 在烏克蘭唯一的一個派遣單位 我們當然責務旁貸 我們就是要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把台灣這些正能量把它帶到烏克蘭 希望這個戰事能夠早日塵埃落定 有個結局讓大家也不要再擔心下去 不過像剛剛董事長所說的 疫情干擾還有惡務戰爭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確實全球經貿的這個型態已經開始在改變了 而且也包括了剛剛董事長特別提醒說 各個企業其實都應該對於國際局勢 要有一定的敏銳度 我們知道你在2017年上任以後 有積極推動數位貿易 現在已經達成階段性的一個成果了 在這個數位貿易的架構底下 我們碰到全球這麼多 不管是疫情或者是戰爭這些干擾 影響到了貿易型態改變 怎麼樣透過科技來解決廠商的部分貿易限制 在過去COVID-19肆虐全球這兩年的期間 全世界的企業都被迫必須要加速數位轉型 那貿易事實上在4年前 就開始了數位轉型的工程 所以我們這4年推動下來 相當程度是把貿易轉變成一個 很接近科技公司的一個組織 所以我們去年成立數位創新業務中心 這個就等於像貿易的新創單位 我們今年現在積極籌畫 在下個月馬上要成立數位科技中心 就是我們的IT Hub 就是貿易自己的IT的一個中心 這個中心它的任務就是除了幫貿易 而且快速的數位化之外 它還要幫全台灣的企業 特別是台灣的中小企業 在這個數位時代做好精準的數位行銷 然後可以去建立以數據為基礎的 新的商業模式 最終我們希望能夠幫中小企業做到一些客製化的系統服務 比如說哪些 客製化的系統服務 就是現在很多中小企業 大概數位化的時候 必須運用大的科技公司 像Amazon或者微軟的公有雲 微軟的A9 Amazon的AWS 當然他們也有很多系統整合公司 會提供他們一些數位工具的協助 但是雲的運用跟系統工具的運用 必須要跟企業的domain know-how 就跟他們的專業結合才會有效 但是這一塊通常都是這些大的科技公司 微軟或者是亞馬遜 或者是這些大的這些系統公司 他們是比較陌生的 而這一塊剛好是冒邪最熟悉的 也是冒邪的強項 對 我們成立在50幾年來 每年辦的40場大型國際展覽 然後全球的駐外單位 全世界一年300多場的推廣活動 讓我們跟台灣的企業界緊密結合 所以我們是最具有在這些企業界 他們的對外行銷 know-how的一個單位 所以當冒險有自己的核心IT能力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在這些大的科技公司的公有雲 跟這些系統上提供的系統數位工具的架構之下 我們可以幫中小企業開發客製化的小型的系統 這個是他們真正需要的 我們現在跟微軟有一個 Project Mango的實驗計畫 這個就是因為微軟是一個大的科技公司 它有Azure的公有雲 它有Teams的全球的平台 但是冒險有企業他們所需要的 國際行銷的domain know-how 這個專業知識 所以我們聯合起來 可以幫企業開發出他們真正需要的服務 也就是說結合微軟的科技能力 跟我們冒險的克制能力 最接地氣的方式 能夠幫企業做到比較全面的服務 對 這個前提是冒險自己必須要有我們的IT能力 有IT能力的時候 我才能夠打通任督二賣 才能夠把這整個服務把它串結起來 不過這是在科技輔助的部分 因為多數企業可能還是會希望要有實體的這種跨國交流 才能夠帶來實質上的商務生意 接下來我們在台灣形象展 大家知道好像已經暫停兩年了 我們接下來冒險有沒有規劃 要讓台灣形象展再重新陸陸續的在疫情干擾降低之下 恢復到實體來舉辦呢 從2017到2019年 我們在新南向國家每年舉辦5場台灣形象展 那是非常的轟動 我們是把台灣最好的暖映實力 帶到新南向國家去展覽 這個主題包括我們的觀光文化藝術 還有我們的最強的這些智慧製造 智慧醫療智慧城市 還有我們的生活方式 像這個熱活休閒運動記載台灣精品 甚至最受歡迎的珍珠奶茶館 所到之初都造成轟動 從2020年的過去兩年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只能夠把它變成線上的展覽 今年2022年 我們在新南向國家會舉辦3場形象展 因為疫情的關係也只能夠做現場 可是今年我們會首度到美國 去辦理一場大型的台灣形象展 這個是應該是很有歷史性的意義 因為這是第一次台灣到美國去 舉辦一個大型的台灣的 等於國家產業的跟文化的形象展 地點會在美國的首府 華盛頓DC 時間是今年10月12號到14號 為期三天 它會有最新的科技主題 像元宇宙Metaverse 我們的開幕典禮 一定會讓大家很驚豔的 除了文化藝術觀光之外 就是我講的幾個主軸 一個是元宇宙 一個是電動車 一個是下世代的通訊 像說5G 6G還有低軌衛星 還有智慧醫療 因為智慧醫療一直是台灣的強項 還有一個是台灣精品館 就是我們每年最精采的 台灣精品的得獎 這些企業的產品 這個一定會是一個很精采的 一個台灣形象展 同步我們也會組織企業團 一起到美國 我們會有一個電動車訪問團 我們也會有一個智慧醫療訪問團 在華盛頓舉辦形象展的期間 我們也會舉辦電動車的論壇 我們現在會邀請美國這些主要的大車廠 還有科技公司 新創公司的高階主管 當然還有我們台灣電動車產業的 這些代表性的業者 來做電動車的論壇 這個就不只是台灣了 這個就等於是一個國際格局的論壇 我們也會有下世代通訊的論壇 因為華盛頓 它等於是全美的政治經濟的中心 然後我們的展覽地點又在華盛頓市區 華盛頓紀念碑旁邊的雷根展覽中心 所以我相信一定可以吸引很多 美國民眾的觀賞 當然在華盛頓 所以國會議員 美國政府的官員 還有各國的大使館 還有美國這些大企業 駐華盛頓的總部等等 這些都會是我們邀請的對象 到時候一定會是政商雲集的場面 也讓大家拭目以待 在今年年底的時間 很值得期待 我們也希望打造一個 美國的台灣形象展的 線上展覽館 讓國人同胞在台灣不用到美國去 然後透過線上 也能夠深離其境 好像就看到我們在華盛頓的形象展一樣 大家就可以同步一起參與 對不對 不用到美國 但是你也可以在線上加入我們 今天非常謝謝冒協董事長 黃志芳董事長 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謝謝您 謝謝 好我們聯合開怕下次再見囉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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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